五合经里面当中 我们如何从这些的旁心 或者就是我们对一般所谓的外心 还是我们对一般无法理知的这些的心 我们如何回到这一个真正的内心 所以他有慈悲的心 那我们就推举一个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在五合经里面 从成佛的法法 我们从瀑门品来入手 但是我们每逢看到这个五合经 它里面充满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份真正的大爱的推动 所以我们请办到我们的五合经 只要我们十方大众白经家人 有需要这本五合经的话 可以来到佛室来申请 那里面非常丰富 每一个图案我们都下指令 慢慢形成我们在右脑里面 需要的一些转换的图腾了 图腾符号都是要让我们 从文字般若到后来了解到 佛陀的本怀 我们请翻到五合经当中的 普门品请翻到103页 因为普门品的字里面虽然很白化 可是它里面最深的就是如何入流王索 从我们的耳朵里面有八个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最高的金字塔的高能在耳朵里面 那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个五合经里面的文字跟图腾来做转换的 所以我们继续从念笔观音力当中 今日一定要将这五个字记下来 念之再之 所以你从笔案到此案 就是要将我们的入流王索 从耳根远通来了解 所以我们接下来 透过本文 普门品 今日进入到我们这一课 假使心汉意 推落大火坑 念笔观音力 火坑变成尺 或漂流巨海 龙女诸鬼难 念笔观音力 波浪不冷漠 或在须迷风 为人所推舵 念笔观音力 如日虚空柱 或被恶人主 堕落金刚山 念笔观音力 不能省意谋 或只愿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笔观音力 贤己起持心 或遭亡难苦 灵形欲寿中 念笔观音力 刀寻断断坏 好我们是从这个文字波浪 来了解到了 从本文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意 我们透过我们人类的 这个意识也好 念头也好 思想思维 在在处处呢 了解到我们 所有使法界的 不可思议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呢 也感恩我们台湾的 比丘尼 也就是我们非常难得的 和尚尼 也就是实际的 创办人 正言 圣人 正言 和尚尼 比丘尼 或者是正念法师 其实都是我们的 一份恭敬的准程 所以我们12月10号 也因为12月9号的需要 我们12月10号呢 会在我们高雄的 左营 我们也很感恩他们 因为他们也都在办大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 从这个教室当中 来引述呢 为什么 佛陀的地址 各个都是如此的出色 那身为呢 虽然是 我们俗称的女众 可是呢 有佛法在身 就如同呢 千变万化 三十二化身的 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 也希望透过呢 阿弥陀佛的生日 诞辰了 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的来历了 他是在 《悲华经》里面呢 也就是 试制在王武兰 透过呢 完全由 法杖和尚 也就是 阿弥陀佛 他当初是 无念 真国王 出家 成就 五节 而成就 现在我们看到的 西方直乐世界 他并不是在 我们娑婆世界 所以他的起心 动念都在 安乐国里面 代表什么 代表呢 这个 国度里面 他遍及 无边无际 所以我们 无法用 人类的意识 所以呢 会特别用 法言 法拔 从这两部 大经的 观世音菩萨的 真正的呢 观世间的声音 虽然观世音菩萨 也没有来到 我们娑婆世界 可是他跟 也就是他俗称的 父亲 就是阿弥陀佛 这都是好几世的 不断的 透过呢 愿力 入娑婆 也就是呢 就是透过 我们现在 所理知的 其实呢 观世音菩萨 千百亿化身 那我们现在说的 观世音菩萨 正好 您如来 就如同 阿弥陀佛呢 在西方三圣 左右臂的这一位 这个叫做什么 左臂跟右臂 就是观世音菩萨 跟大师之菩萨 所以我们 今日所读的 就是 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 普门品 普门品 最重要是 这个无敬意 从无边 无际的意念 所以我们的意念呢 发生什么问题了 发生了 这个恐惧 害怕 所以现在的 文明病呢 进入到忧郁症 所以我们忧郁症 大脑里面 它会产生一种呢 不安的激素 所以它会产生 内心里面呢 会因为我们 肌底核生菌的问题 所以会造成 我们整个 免疫系统下降 第二个就是 自闭症 我们不断的呢 就像一个孤独 甚至就好像 情绪被勒索 常常呢 贪嗔痴 生老病死 愿别礼 求不得 爱真恨 这些甚至死魔 都会在我们的身心回绕 因为我们 有一个叫 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 如何透过呢 练笔观音律 只要你呢 相信观世音菩萨 但是一定要下指令 一定要回到 安乐果 回到呢 完全呢 只有清净喜悦 只有真正的智慧 灵魂不会是 不会生病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呢 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是要观 要观哪里 要观世间的声音 没有离开自身 所以你要学会 跟自己的自信 佛来对话 就是透过观世音菩萨 所以呢 观完之后 我们才了解到 看到世间 因为世间呢 我们都被这个忧郁症 肇郁症 造成的 现在我们无法 跨出去的自闭症 所以第三个 就是我们 所谓的老人痴呆症 也就是现在 非常多的 不管像我们 已经看到的 巴金森氏 阿之海默症 或者是 所谓的路易士症 甚至就是呢 脑部退化 种种 这些都是现在 文明病的 第三个 所以围堵 只有你要发愿 跟观世音菩萨 了解到 围堵 积极 奉献 付出 我们才能够 突破我们自己 大脑的退化 还有呢 自己呢 孤独 甚至于呢 随时 灵魂被捆绑的 那一种黑暗 最后第四个 也就是我们 现在所谓的 失忆症 所以我们有隔世米 隔世米 不清 不楚 所以我们今日会透过 面比 观音力 就是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呢 看到这个世间 你所看到的 喜欢 不喜欢 没 跟丑 原来是 我们累世的剧本 我们累世的剧情 我们就是那个主角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每个人的命盘 不再去算命 也不要去问神 问你自信呢 是否了解到 世间 每一个人 事 物 都是要让你去理解 他们只是呢 在重播 他们过去所发生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也是你自己 在做这个重播的动作了 所以我们会透过 普门品 了解到呢 假使心害意 你只要呢 有起这种 不好的念头 还是别人起了 不好的念头 只要你理解之后 从这一刻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一切回到至深 所以我们今日以至诚 恳切之心 同声开口 为普门品 创造人类的奇迹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寇武中 背后的万幸万灵 即是方法借众生 开悟成就正片 无上正等正觉 能够遇到善知识 会善知识 集善知识于一处 将真理寸法 传遍整个虚空 将传极光的活度 降临在人间 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 并转换自身的神经 血液细胞染射体 DNA RNA 基因 原子 原子核 直子 电子 中子 微中子 微子 亮子 光子 超光子 乃至于 心境之光 等所有结构 转换成 无量光 无量寿 感恩 再感恩 无限的感恩 地子 盛众 愿执念 愿本身 碎骨 在所不息 法身 愿满虚空 承担于一切 祈愿成就大众 奥利斗魂 所以这个 十念佛 不可失忆 你要记得 观世音的大宴 原来他的父王 也就是 真正的 我们要回到 至身里面的王 就是什么 清净 无实 我们同声开口 十念放光 感恩 感恩所有过去 至今 三世当中 我们了解 三世代表 无边无际 祈愿每一个 法界众生 白净家人 还有 常随众 未来佛 皆能够 在这一世当中 一定要 真正的 找到至身 就透过 观世音菩萨 念笔 观音令 为世界和平 同声开口 扣钟 背负的万幸万灵 即使方法界众生 开悟 成就正 传遍无上阵 等正确 得阿妙 多罗 生妙 三菩提 能够遇到 善知识 会善知识 其善知识与益处 将真理正法 传遍整个虚空 将长极光的国度 降临在人间 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 并召唤自身的神经 血液 细胞 染色体 DNA 我们基因 原子 原子和 子子 电子 中子 微中子 微子 量子 光子 超光子 乃至于 星星之光 等所有结构 召唤成无量光 无量寿 感恩 再感恩 无限的感恩 立志识 众愿 持念 愿本身 水骨 在手不息 法身 遍满虚空 神丹于一切 只愿成就大众 我们非常多的大众 只要听到我们白天师之歌 都有说不出来的 如同自己内在的观世音菩萨 启动 无量光 无量寿 我们祈愿呢 每个人能够透过天类之音 了解到自信佛 阿弥陀佛的殊胜 都在我们每一个人之身 我们同声开口 十年放光 第五会 启送 感恩 我们将今日的主播 转交给广红法师 阿弥陀佛 哦